藝術創作對我來說是我的生命中一個很… 好像糧食,每一天都需要 每一天都…好像糧食,每一天都需要去想這件事 在我小時候,大約四歲的時候 我的爸爸開始教我束著我的手 去拿毛筆,去學習中國的傳統水脈,去寫書份 爸爸是我,啟發我的創作、繪畫 一個很大的啟夢老師 他教了我很多中國的哲學,中國的水脈 直到在我讀完高中,去到新加坡留學的時候 我開始學習去…去嘗試去read art 去嘗試圖片這件事 街頭上有很崩荒的構圖,很崩荒的元素 大概在新加坡留學一年之後,我翻了國 就開始組辦我的工作室 我開始去把中國的傳統水脈 和西方的陶牙結合在一起 直到現在,我開始去探索一些 新的東方和西方結合路線的作品 我出生在中國的佛山 這是我第一次來美國芝加哥白人畫展 也是我第一次來到這個城市 我覺得舉辦這個展覽的目的 是可以分享我的故事 我們也可以聽到很多不同的人 對這件作品的看法 整個展覽籌籌辦了兩年的時間 《大地之靈》這個展覽 我希望通過這個展覽 向觀者傳達一個不同的動物 它有不同的故事 它有不同的一面 我希望這個展覽可以讓大家 去保護這種動物 去欣賞這種動物 去尊重這種動物的一個冥想 一個理解 不同的觀眾 他們對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觀眾 當他們看到這件作品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感到很有力量 他們會將自己去代入這個畫面 也有些觀眾 看到某件作品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很安靜 他們會將自己的經歷 代入這個畫面 去感受 然後他們會將這些感受 告訴我 鼓勵我 這個是我最大的收穫 他們鼓勵我去進行下一步的創作 我會覺得 這個是這個畫展裏 給我一個很大的動力 我在這個畫展之前 我去了唐人街一面很大 大概十米長的牆裏去創作 我自己覺得很榮幸 可以在第一次來美國 可以受到唐人的這面作品 我創作了四季不同的顏色 春夏秋冬 一條水脈龍去貫穿整個畫面 是象徵著中國龍 中國的中國人 他遊走在世界的不同地方 他很艱苦創業 藝術創作對我來說 是我生命中 一個很重要的早晨 但我會一直覺得 我只是屬於創作 我只是屬於藝術 你狂想買了 你狂的雷 你狂想買請